关于斩炎梁 张辽斩踏顿 黄中斩夏侯渊 哪个难度更大 成就更高 青梅煮酒 闲话古今 欢迎来到有史料 本频道主要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有兴趣的小伙伴 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三国之所以迷人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创造出了许多奇迹般的战力 如战役级别的关渡之战和赤壁之战 如经典教科书般于不可能中生生反转 若从正史中分析 曹操和袁绍的关渡之战应该难度最大的 因为曹操是一直被碾压状态下翻盘的 不过若论成就的高低 则又应该是赤壁之战 直接奠定三国 除了这两场最著名的大战外 还有伊陵之战 汉中之战 湘凡之战 五次北伐 六出齐山 以及中会 邓爱的灭属之战等 可谓是一次大战 一个传奇 让人完全是目不暇接的感觉 所以三国焉能不迷人 所谓凡有大战爆发 就必有名将叱咤 在这方面 三国名将更是牛道报 直接树立起了三大标杆 这便是关于斩炎梁 张辽斩踏顿 黄中斩夏侯渊 那么这三大名将所树立起的标杆 哪个难度更大 成就更高呢 笔者认为 这就需要对比三个方面了 其一是对手的名气 地位 能力等 其二是战后造成的轰动效果 其三则是斩杀对手之后 对战役历史进程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 很明显就是考核难度 所谓对手越强悍 难度就越大 第二个方面是一半一半 第三个方面就是再看最终的成就 下面咱就从这三方面说起 并综合平定 当然仅仅代表着一家之言 权当抛砖引玉 其一 炎梁 踏顿和夏侯渊 炎梁是河北名将 袁绍手中的第一王牌 在关渡之战中 跟关羽发生了一次名震史册的碰撞 三国演义中 为了让关羽迅速成长 以便斩杀炎梁 不惜劈手夺来孙间斩华雄的功劳塞给关羽 否则关羽一出场就是巅峰 也太过匪夷所思了 因此三国演义 先安排关羽温九斩华雄 然后才让他出现巅峰之战 白马斩炎梁 是非常经典的一种人物塑造 但对于笔小说还精彩的三国正史来言 关羽白马斩炎梁 则是之前闻所未闻的创举 所谓万马从中斩上将首级 如探囊取物 就是来自于关羽斩炎梁 所以关羽斩炎梁堪称是地狱级别难度 难就难在了 关羽是一人一骑 狂飙突进于敌方万马军中 不但能杀了对方主将 还能全身而退 踏顿是三人中级别最高的 属于乌丸老大级别 却在曹操远征乌丸时 他遭遇到了克星张辽 曹操当时带着虎抱骑 也就是不多的人马 骑骑到了白狼山 却发现下面数万乌丸大军正在集结 几乎所有人都表示 惹不得 咱们赶紧撤 但张辽却主动请战 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战机 曹操大喜 当即把指挥权交给了张辽 于是张辽带着虎抱骑发起突袭 身先士族直扑而来 乌丸顿时大乱 张辽则趁势斩踏顿 让曹操这次冒险的远征乌丸取得了最终胜利 张辽斩踏顿显然没有关羽斩延梁的难度高 毕竟关羽是一人一起完成 这个形象 这种难度比小说还要不可思议 夏侯渊被杀时的级别属于战区司令级别 虽比不过踏顿 却比延梁要高 汉中之战时 刘备狂攻张和 导致张和向夏侯渊求援 于是夏侯渊带着人马匆匆赶来 却被路上的鹿角等障碍阻挡 夏侯渊下令都下马清除障碍 由于张和那边战况紧急 所以夏侯渊也下了马 当小公拔鹿角 但就在这时 突然喊杀声震天 黄中带着人就直扑而来 夏侯渊完全没料到 结果被黄中斩杀 曹操得知消息后被气疯了 破口大骂夏侯渊 你就一白吃将军 撑的你下马拔鹿角去清除障碍 身为统帅应该指挥全局 而不是当小公 所以论难度 黄中斩夏侯渊显得是最低的 曹操怒骂夏侯渊的这句话 就证明了这一点 总论分析 第一个结论出来了 从难度上考察 毫无疑问 关于斩炎梁独战凹头 经验历史 张辽斩踏盾排在第二 黄中斩夏侯渊排在第三 其二 战后的轰动效果 关于斩炎梁之后 一战惊天下 直接奠定了三国第一名将的身份 其轰动程度之大 至今依旧被当成神作一般 而究其原因 就在于关于此战是一种创举 是之前从没有发生过的事 须知过去两军对垒 不是如三国演义中所写的那样 两位主将或大将去单挑 兵足全当拉拉队 而是要摆阵型 讲究战法战术等 对方任何一人 想轻易靠近主将 除非是胜败一定 主将没有逃脱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所以关于单旗突进 镇展炎梁不但难度更大 且轰动效果也更高 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张辽斩踏顿 吃亏就吃亏在发生战斗的地点 远离了尽头 以至于逃遥离之战 被普遍认为是张辽的代表作 八百壮士破东吴 张辽自乎齐鸣 追杀孙权 倘若这一战 张辽活捉或杀了孙权 那么这个话题就没讨论的必要了 所以张辽斩踏顿就非常遗憾的 成为了轰动效果最差的 轰动程度的高低 直接决定了热度 而热度又是知名度的第一因素 如今人们一说张辽 都是逍遥禁制战 这就是原因 黄中斩夏侯渊的轰动性 其实不比关羽展颜良差 如前面所说 直接雷翻了曹操 引得他都抱了粗口 同时也让关羽有了危机感 面对四方将军五虎上将名单 直接点名黄中 这是老族 我不跟他同级 人们都说 这是关羽太傲 看不起人 但实则也暗含着 关羽对黄中的嫉妒 所谓本来第一名宝座 我关某一人独作 如今黄中斩了夏侯渊后 却来跟我分享 自然不高兴了 总论分析 论战后的轰动效果 关羽和黄中是不分高低的 这也是三国演义的态度 让他俩人在长沙比刀 结果以半斤八两收场 还来了个美好的英雄湘系 结果一下子搞猛了众人 既然英雄湘系 为何关羽还骂黄中老族 根子就在于 后来黄中在定军山 斩了夏侯渊 所以为了突出黄中 不亚于关羽 三国演义便提前 进行的一次铺垫罢了 至于张辽 他明显最吃亏的 只能无奈地排在最后 并画个圈圈诅咒 孙十万啊 孙十万 你那时为啥就不能等等我呢 飞跑得那么快干啥 其三 战后对战役的影响程度 关羽斩炎梁 虽让曹操解了白马之危 但可惜对整个关渡之战的影响程度 却比较有限 此战过后 袁绍依旧是压着曹操的 搞得曹操几乎都要崩溃 最终若不是许优来投 并献祭乌朝结两 曹操根本就赢不下来 因此关渡之战的真正胜负手是许优 不是关羽 所以关羽斩炎梁 更多是让自己一战成名 而在成就上却最差 张辽斩踏顿虽知名度不高 却是曹操远征乌丸战役的胜负手 以至于曹操远征回来后 竟然封赏那些当初劝阻他进兵的人 至于封赏的理由则是 这一次远征乌丸 赢得实在太凶险 前台词就是 若没有张辽斩踏顿 我就败了 也就没有一同北方 由于张辽斩踏顿 直接决定着曹操能否一同北方 同时也是一次对外的征战 所以笔者认为 从成就上论 张辽斩踏顿是最高的 且还没有之一 黄中在定军山 斩杀了夏侯元之后 刘备就兴奋地大叫 汉中是我的了 就算曹操亲征 也已经无法改变战局 正是因黄中这一战的成就太高 让刘备有点疯无可疯 赏无可赏的感觉 他这才对黄中不说人话 表示 你杀夏侯元不算什么事 有本事就去干掉张合 就从刘备这句话 和事后反应来后 就能看出来 黄中斩夏侯元 是汉中之战的胜负手 总论分析 论成就 张辽完美逆袭 成就更高 黄中稳居第二 至于关羽就只能位居第三了 但关羽也有心理安慰 因为若谨论个人成就 还是他关羽独占凹头 也就是说 关羽斩炎梁 是其最终封神的最关键的一战 成全的是自己 张辽展踏顿和黄中展夏侯元 则决定了历史进程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 是我更新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